近日,加州州長扭心因加州的快餐業最低工資新法律遭審查 因為新法律中的一項豁免條款會使扭心的一位長期贊助者受益 據悉,加州新法律將提高快餐業最低工資佔每小時20元 導致多家快餐店將受到影響 但連鎖麵包餐廳店不適用於該法律如Panera Bread等 然而,據調查,灣區擁有24家Panera Bread連鎖麵包餐廳的Greg Flynn 自2021年以來至少捐贈了173,000元給扭心 對此,加州共和黨要求對該情況進行調查並稱此事不公正 州長辦公室則並未透露更多信息 只是表示Panera Bread不能免受法律約束 目前,加州快餐業最低工資法律將於4月1日生效 天下維持記者編輯報導